袁文在族書接上一回 昨天說到 回到京城的洪城囚 馬上就被順治皇帝賞賜到皇宮去參加宮廷宴會 就由三位尚書大人陪統 不過皇上就沒有出宴 如宴結束之後 洪城囚還在等候皇上的召見 他心想 吃飯就不一齊 那吃完飯怎麼都會見下吧 正當他全神灌注等候的時候 太監竟然出來說 宋幸啊 洪城囚滿腹而慮 慢慢地離去 走到出五門的時候 三位尚書才靜靜地向他透露了消息 皇上染上了天花經略大人 他正在內宮治了 今天能夠刺你預言已經是最大的賞賜了 如果是平時啊 連宮中都入不到啊 原來啊 早在順治十五年 順治皇帝最寵愛的皇子腰折了 令到他終日苦悶煩憂 情緒又低落 而最近呢 已經是幾個月前 他最寵愛的董岳飛又突然病死了 更加令到順治精神幾近失常 為了操辦董岳飛的葬禮 他被搞到精疲力盡 接連的親人離去 令到這位年輕的皇帝萬年俱灰 曾一度想擺脫身邊的繁瑣士 遁入空門出家做和尚 就在紅城籌差不多回到京城的時候 他又因為患有肺結核而臥床得起 而這兩日呢 又突然間說患上了天花 每年入冬之後沒多久 皇宮裡面總是馬上著手佈置的 張燈結彩 慶賀即將來臨的大節 但是今年就不同了 因為皇上環上的重整 宮中的節日氣氛一素而空 就連門神啊 對聯啊 彩燈彩帶等都一概免去 同時呢 刑部還奉旨下令 除了那些十惡不四的死囚之外 全國各地監牢裡邊的囚犯一律大卸釋放 並且通令全國百姓 不准炒豆不准潑水 所做的這一切 無非是想其足皇上康復平安 知道了順治皇帝幻想天花這種重整之後 洪成囚的心又隱隱欲感到了些什麼 他離開皇宮之後 即刻就被親兵引領回家 離開家七百年 家現在是怎樣 夫人現在是怎樣 洪成囚都已經完全記不清了 而她那位劉夫人呢 更是想不到自己的官人現在是會露成這樣 眼睛幾乎是盲的 見面的時候 竟然憤外的隔膜和陌生 劉夫人仔細端長著自己的丈夫 忍著心痛 猛地流眼淚 君人 君人 幾年沒見 你 你怎麼會露成這樣 怎麼會衰弱得這麼 這麼高寬的 誰知道 洪成囚好像並沒有體會到夫人的心情 開口就說了 快點 快點 不要說那麼多話 跟我做些事來攝下再說 我…我…我好餓啊 咦 不是說皇上 剛剛節慈了御宴嗎 官人 你難道沒有去啊 唉 因為早就散了 我眼又盲 手又震 那些菜 好像流水一樣 轉來轉去 一震就拿走了 我…我…我…我什麼都吃不到啊 見洪成囚這樣說 再看她那副 修約病態的面容 確實是飢餓萬分 劉夫人馬上吩咐家人 拿點心泥 讓洪成囚先衝下機 然後馬上親自去除房 督促家人準備晚宴 她要在家裡為她官人洗塵 為她的官人平安貴家 而慶賀啊 初更時分 洪成囚說沐浴更衣之後 來到飯桌前 和家人一齊團聚吃飯 好了 我們現在說說那位幻想天花的順治皇帝 春節過後 她的病情更加重了 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七 也知是公元一六六一年二月五號 大清國順治皇帝病死在紫禁城中 享年二十四歲 她在病床前 納其八歲的兒子 袁孽為太子 視為康熙皇帝 由於康熙過於年幼 無法親政 順治還任命了 以搖拜為首的四位大臣為其父子 正月初八 皇宮內正式為順治皇帝大辦喪事 初九的清臣 天安門外金水橋下 已經在刺骨的寒風之中 正正默守了一夜的文武百官 個個手足冰凍身體麻木 年賣的紅盛囚 也在這些人群裡 忍受著寒冷的煎熬 不過現在折磨她的 並不是北京冬天的寒冷 而是皇帝駕崩之後 她將面臨的景況 從皇帝極到多爾滾 再到順治 可以說 這兩代三人的帝國最高統治者 對紅盛囚 這位明朝的眾臣 都是格外漢眾 極其信賴 並且委以重任 不放心使用 因而 亦都造就了紅盛囚在清初的種種公式 可以說 紅盛囚 是滿清最可貴的 漢人合作者之一 但是從今以後 新皇帝將會怎樣對待她的紅盛囚 暫在冰冷之中 眼望著變得肅目結白的紫禁城 紅盛囚 除了對順治皇帝的駕崩 深感悲痛之外 更加是為自己日後的處境而亡然失落 他怒慮中環 萬分悲切 在眾臣百官的眼裡 這是對順治皇帝一項忠誠和無限的哀思的表現 但是 紅盛囚心裡 他是更加清楚 這個 其實是對自己萬景的不可預知 而在這裹哭 迫入 順治皇帝的官國 移出紫禁城的第二天 原業的登基大典馬上舉行 令紅盛囚驚喜的是 八歲的康熙皇帝 除了有四位附政大臣扶他上位之外 還陰名 順棍王多尼和經略大臣紅盛囚緊隨身後 紅盛囚摺子之後 驚喜異常 他附在地上暗暗歡喜 啊 我紅盛囚 在新舊交替之間 仍未有悲忘懷 新皇上還記得我這位老臣啊 但是 好景只是一散立 好心情也只是轉信即使 八歲的康熙皇帝登基之後 在四位內附大臣的盡力輔助下 先將內功的施禮監等十三衙門 首爾肅清進行隔去 又連連降止 責令全國各地繼續剿滅抗清的前名殘餘武裝以及農民軍 朝廷的大事呢 是一個接著一個 根本再沒有心思去想起這一位 人又老 眼又瞞的兩朝眾臣紅盛囚 相反 那位當日通過紅盛囚 綿建多爾滾向滿清投降 並且一再被紅盛囚舉戰的平西王吳三貴就不同了 他在昆明城 民之康熙皇帝登基 為了在新帝王面前立一個大功 他立即上書朝廷 要求出兵消滅已經逃到緬甸的永烈皇帝 吳三貴的奏書上到來 四位內父大臣一致贊同 立即出兵緬甸 並且加封吳三貴為親王 對他憤愛重視 之後吳三貴和滿將外星柯一起 統兵十萬 征土緬甸 終於在阿雅附近 捕獲了永烈皇帝 將永烈這個走老皇帝捉回雲南 並且在康熙元年 也即是1662年的6月11號 用私拔將這位皇帝吊死了 現在又再看看洪成囚了 自從那天參加完康熙皇帝的登基大典之後 因為信治皇帝大喪時候的特別勞累 又因為康熙皇帝登基的時候 他特別興奮 洪成囚回到家之後 就大病了一場 這段時間 一直是躺餓在病床之上的 而在他的心內 最為盼望的 並不是老老的身軀早日恢復 而是新潮給他送來一個十分吉祥的喜訊 但是時間在洪成囚的眼中好像是停滯了 洪府門外終日靜蜜無聲 既沒有客來訪 又沒有聖上的聖子降臨 彷彿洪成囚在新皇帝的眼裡已經不再存在了 慢慢洪成囚感到有一種無法現狀的不安和寂寞 儘管他自己不斷地自我安慰、自我欺騙 但是過多幾個月 都還不見宮中有任何消息 那種難耐的寂寞 最終就演變成一種恐慌 令洪成囚莫名心貴 見官人日夜不安 食不香、寢不寧 劉夫人就說了 老爺 是不是托人去皇上那處打探一下呢 劉夫人的內心同樣有一種被世人遺棄的傷感 而洪成囚沉默了很久 終於都是很出力地令了令頭 不用了 究竟官場的洪成囚 現在已經深深體會到 自己已經被新皇帝遺忘了 自己已經不可以再為新皇朝出力流汗了 自己已經變成了一個可有可無的人了 在這種情況下 再去託人探聽 不只會自討沒取 不只向世人宣告 他洪成囚已經被康熙皇帝遺忘了 算了 一切聽天由命 隨天安排吧 康熙元年五月 洪成囚上書一道奏章給康熙皇帝 說自己因病久依無效 請求皇上准許休職 十日之後聖子到了 同意了他的請求 聖子還要求兵部 護部、禮部、禮部 給雄成囚一個著位 而兵部、護部、禮部的那些大人 經過再三的商議 最後是報奏皇上 給雄成囚的功名 竟然只是一個三等阿達下下班 漢名即是三等輕居都位 這個是在公喉百子男之下 又列的一個等級 稱為聖三品 而這個聖三品的輕居都位 又分為一、二、三等 紅成囚所得的著位 只是一個三等輕居都位 這個跟聖子上講的 勞職素柱的漂亮支持 是絕不相符的 接過聖子之後 紅成囚並沒有不舒服 而顯得特別平整 借過皇恩之後 就在唐士傑的參符下 走進書房 來到太司宇宙 坐下來 閉目養神 唐士傑怕老爺看不開 就走上前勸他 說 老爺 你還是回房 休息一下 就這樣吧 而紅成囚仍然是呆坐不動 面無表情 唐士傑更感到莫名恐慌 他又輕輕說多一句 老爺 讓我扶你去休息 說完就上前想扶紅成囚 但是紅成囚就慢慢擺了擺手 突然說起另一個話題 不用了 對了 唐士傑 你跟我 都很久了 過了年 就三十年了 不過 都是我不好 沒有照顧服侍好老爺你 累到老爺你 眼又不好 身體又差 現在 說說一下 唐士傑又想哭了 不是 你對我 從來都是 中心不疑的 幾十年的光陰 都浪費了 是在我這一處 我想 你也是時候 自回家 顧回一些 平靜的日子 老爺你 你不是想 你不想要我 你是不是嫌我年紀大了 沒用了 不是 不是 我是想 我現在 已經沒有公務在身 加上 家裡 又有 夫人 你就 不要這麼辛苦 做這麼多事了 不要 老爺 我不走 我要服侍你一輩 傻的 別亂說這些 這樣的說話 男人 怎麼都要安置回家 我 已經叫人 在城裡 在哪裏 跟你賣了一間屋 那幾天 再叫夫人 跟你密識個女人 還有啊 你去帳房樹 支取一千兩銀 去啦 去支回頭家啦 不要啦 老爺 你讓我繼續在你這座 啦 不行 洪盛囚很嚴厲地說 唐士傑一聽 知道再喊都沒用了 就收了聲 但是 就不肯離去 洪盛囚見他臉色沮喪 兼且淒涼 就安慰他說 唐士傑啊 人生自古 誰無死呢 誰 都要走這條路的 不過 在我 還在小的時候 能夠見到你 自回頭家 照顧一些安樂的日子 那 我的心 就舒服 和搭實很多的啦 沒辦法了 唐士傑只好含著眼淚 離開了洪盛囚 離開那天 洪盛囚啊 親自把唐士傑送到去大門 兩個人是依依不捨 互度珍重 看著唐士傑漸漸遠去的身影 洪盛囚那隻昏花老眼 湧出了混濁的眼淚 站在府門外 好久都不願意走入府內 從此之後 在劉夫人的精心照料之下 洪盛囚每日除了按時復藥 就是在院子裡頭 散下步 上下花 用他佈滿皺紋的面孔 去感受四季的變化 直望這條無形的成縮 將這一位昔日運籌為握 決勝千里 功績卓著的兩朝忠臣 死死地捆綁住 使他終日感到萬分的空虛和無奈 不斷度過了一年又一年 一月又一月 一日又一日 三年之後春天的一日 洪盛囚就好像往常一樣 從床上爬起身 一起床一 突然感到兩隻眼清晰無比 看到所有的東西 他心裡很高興 立刻走出大院 舉目四望 但見天上藍天白雲 園中花草摧灑 四周的空氣新鮮而人 洪盛囚大膽大膽地 呼吸著這些新鮮的空氣 貪藍地聞著鮮花的清香 周身充滿了無窮的力氣 他望盈地仰望天空 真是想生出一對翼 可以鎮翅高飛 怎知看多了兩眼 突然眼前一刻 感到頭一暈 接著就天旋地轉 人亦都是頭重腳輕 不斷劈一聲 一頭就蹤了落地 康熙四年 即是公元1665年2月18日 洪盛囚病死在北京 享年七十三歲 因為洪盛囚背名航青 並且為清朝獻身賣力 成為開清的眾臣 明朝那些遺老遺少 都對他是恨之入骨 紛紛譴責和謾罵他 說他是民族敗類 大折有虧 是半徒 是漢奸 就連康熙皇帝的孫 乾隆皇帝都不喜歡這一位 為他外申角羅氏 開機立業的有功之神 在洪盛囚死了之後的一百二十二年 也即是乾隆四十一年 公元1787年 明寧使官編寫了一部二神傳 收錄明朝韓清大臣一百二十人 洪盛囚位列二神之手 好了各位 千古二神洪盛囚的故事 到今天就全部講完了 多謝大家的收聽 我們下次再會